我們看這一題 這一題他說如這個圖 有一塊長方弦農地 長是240公尺 寬是100公尺 農屋要把它割成8塊 12345678 8塊面積均為2420平方公尺畫圖 也就是每一塊是2420 2420的平方公尺 現在他們說路寬應該多少 路寬我們假設叫做x 路寬是x 這樣的話 這每一小塊長應該多少 你就100 剪掉3x 除以2 這是它的長 寬是它的寬 我就100 剪掉3x 除以多少 除以2 因為這兩塊 就整個100 扣掉3個路寬 除以2就是1塊 1塊它的寬 乘以的長 長的話就是240 扣掉這個路寬 1個x 2個x 2個x 3 1 2 3 4 5 扣掉5個x 它除以多少 1 2 3 4 除以4 這個就是單獨一小塊的面積 這個是等於2420 好 那我現在除以5 5 1 5 5 4 2 10 5 8 4 4 5 5 4 2 10 5 8 4 4 5 4 2 10 5 4 2 10 那我現在把這個8乘過去 把這個對掉 那就變成x 減48 乘以3x 減100 等於多少 484 也 乘以4 好 那把它展開以後 3x平方 減掉多少 這一層的話是 3824 144 加多少 加這個 這是100 所以是244 244x 加上 這一層是4800 4800的話 減掉多少 減掉這個 減掉這個 4800 減掉48 4x4 等於多少 等於0 我們看喔 100 那這個我把它算一下好了 好 這一個的話呢 是 4800 減掉 減掉 484 乘以4 2864 這是 2864 好 那這怎麼辦呢 這就給它代公式好了 X 因為這是偶數嘛 就用呢 A分子 負2分子 B 除以2 122 加減 跟號多少呢 122的平方 啊 減掉多少 減掉AC嘛 3乘以2864 好 那 根號裡面喔 把它算一下 122的平方 啊 減掉3乘以2864 6292 好像不對 12的平方 呃 AC啊 AC 我看這裡有沒有算錯 除以5 除以5 20 除以5 484 沒錯 再乘以8 3872才對 484 乘以8 應該3872 我再把它減掉 減掉4800 928 這個應該928 這裡算錯了 這裡應該928 我再算一次 4800 減掉多少 484 乘以4 乘以4 乘以 誒 奇怪 2864 484乘以多少 這應該是乘以8才對 這應該乘以8 42就是8 所以咧 這是4800 減掉多少 484 乘以8 928 所以這應該是928 這應該928 這應該928 那就等於多少 3乘以這個928 928 那就122 平方 減掉3乘以928 12100 這是12100 12100 這可以開平方 121開平方是11 那100開平方是10 所以是11乘以10 這開平方是110 也就是三文多少 122 正負110 好 那我們知道這個等於多少 就等於三分之 加起來是多少 加起來是 232 122 加上110 236 或者 三分多少用減的 122 減掉110 12 那這個不合 這個的話呢 這個約等於多少 3721 3721 77多 那如果是x77多 你把它乘以來 乘以3 這3x3的話呢 就是3721 200多 那這只有100 所以這不可能 只有這個可能 3是12 所以答案是4 也就是說 這個路的寬度呢 是4公尺 這就是 三分之下